老師長,針對房台部分,郭檢北市做了打些的房台預備措施 那因為很多視頻又到您的臉書去洗版,號稱最帥市長 希望說這次還有機會放台皇家嗎? 昨天其實我就已經安排到包括大湖隧道前 大湖公園旁我們去做視察 來了解整個房台整備工作是否確實落實 另外也到北安抽水站去視察整個抽水站運作的過程 是不是能夠具體順利的運作 所以這些我們都實際到現場去看 緊盯各項整備的工作確實要到位 也再次的要求各局處一定要秉持 調體重寬、預體重炎的房台態度來做各項的因應 那這一次我們也密切關注颱風的路徑 那預計是從明天開始到後天對於北部地區影響最大 風勢、雨勢等等 所以我們密切的關注 那今天下午我們就會將EOC升級二級開設 所以屆時各局處就會進駐 那我們也希望 民眾能夠做好各項房台整備 嚴陣以待 切勿輕忽 市長 因為參國人現在速度開始變慢 那今天判斷明天是不是停班停課的標準可能會變得比較困難 那今天依然是晚上八點會來宣布停班停課嗎 原則上我們都是在晚間八點來宣布隔天是否停班課 我們都會依照相關的規定以及停班課的標準 並且七北北陶四縣市大家共同討論 綜合評估之後做出決定 市長 因為昨天宣布放台風假 嘉義市的黃敏慧被灌爆 因為它是唯一南部沒有放假的縣市 那你會不會覺得其實最帥市長還是應該要秉持專業權力以後才最帥對不對 我想各縣市市長一定也都是依照既有的機制 綜整評估來做出決定 所以一切還是回歸到專業回歸到機制以及停班課的標準 市長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外面是沒有下雨的狀況 可是昨天早上就宣布說今天早上九點水門只出不近 傍晚五點要來關水門 會不會有點太超前呢 這個判斷的基準在哪裡 我們包括隨時都在跟氣象團隊密切關注整個颱風的路徑 所以已經可以了解到在今天晚間入夜之後 明天上午開始雨時逢時就會增強 那對於我們今天早上九點開始就宣布全市的疏散門 開始進行車輛指出不近的管制措施 所以在四個小時之後今天下午一點我們就開始進行拖調 所以再次的呼籲市民朋友趕快移車 那我們秉持的就是預先部署 調敵從寬 預敵從嚴 所以我們絕對以確保市民朋友生命財產的安全為最優先的考量 像國進網會部分呢 因為目前感覺好像黃油票還是非常的猖獗 那有沒有事後補救措施 那再會遠在說是不是目前是無法可罰的狀態 我們現在是已經要求警察局加強網路上面的尋查 如果有任何違法情勢 依法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來嚴查研辦 所以當然議員所檢舉案件目前我們了解是詐騙案件 所以也要呼籲民眾絕對不要購買來入不明的票券 那這個部分以免受騙 那二方面也絕對不要以身釋法 我說我們了解警察局已經加強尋查也已經有立案 也會請地檢署這邊來積極的證辦 市長金融市長罷免了11月13號就要投票 不過現在傳出李燕秀也好像有人要發動罷免 因為就有看到罷免李燕秀的傳單說要國會出秀 你會擔心青鳥飛出來 因為這上面是有寫說是青鳥行動 會不會擔心為罷而罷 我要再次強調為罷免而罷免的政治操作 是傷害台灣的民主 那這段期間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國當市長或者是燕秀委員 在市政推動或在國會的表現都有目共睹 像因為再來正式開議了 那目前預計可能會聚焦很多科的四大案 或說五大案 那您之前人士部署都跟公共體系有關 是跟這件事也希望預做準備嗎 那昨天的進化成立大小組也希望市府成立專案小組 來應對訴訟結果 那目前有考慮來成立嗎 人事上的安排我想再一次的強調 秉持著第一個絕對是以市民最有力來推動市政的整體考量 第二用人為財是財是所 所以不管是張副市長或是王副秘書長 余副秘書長以及新任的檢局長 我想他們在都市計畫在都市發展 更新各方面領域都是專業 也有完整的歷練 所以不管是在未來市政推動上的降溫城市 任性城市 律運輸城市 以及淨靈生活這四大面向 都可以全面來跨局處的協調推動 所以接下來開議我們也會在市政報告很清楚的 向市民朋友說明 那至於外界關心的幾個案子 會再次重申進入司法階段 我們尊重司法調查也全力配合 也希望儘快的還原事實 離經真相秉持物網目中的態度 市長那個賴總統 他這個經濟體系列 這個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那他這個有講說要培訓四十萬可視的民力 那必要時支援軍事行動 那臺北市有沒有相關要配合準備 那會不會覺得有點全民建立 然後有點危險 民眾期待是區域和平的穩定 特別在兩岸關係越緊張 其實越需要透過公共交流 來緩和緊張的情勢 所以我了解絕大部分的民眾 目前對於這項計畫還是有疑慮或不清楚 那政府其實應該要做更詳盡清楚的說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更換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